萬華飄香百年的好味道 最有名的蓬皮麵是不少在地人 還有遊客都好喜歡 但是因為租約到期 將在10月1號歇夜 所以老套聽到這消息 都覺得好捨不得 今天有不少人特別來排隊 要搶吃這一份好味道 Q彈有勁的炸豬皮跟意麵攪拌 再配上招牌黃金蛋 咸甜醬汁在嘴中炸開 再喝一口薄皮辣椒雞湯 微辣口感但全一點也不膩 在萬華飄香百年的好滋味 以後卻再也吃不到了 業者無預警宣布10月1號 就要結束營業 讓很多老套好不捨 搶在閉店前趕緊來品嚐 我就要趁現在趕快過來吃 然後再不吃就沒了 吃好久了 幾十年了 太可惜了 那我們會懷念它的好味道 店面位置全都被做滿 甚至還有人在店外排隊等座位 據了解業者是因為租約到期 結束營業不會再另開新店 對於是否因為被調漲租金 不願意多說 但倒是附近店家都在抱怨 上個月被房東漲租 在地經營十幾年的他也快撐不下去 旅遊客沒有來 我們生意都沒得做 我們已經給他煮熟練了 他還要轉 現在景氣的關係嘛 景氣的關係 現在總覺得現在這邊也有一點沒落了 所以生意是有一點不好做 我們這個巷子裡面是還好一點 但是也不平衡啊 看看正中午時刻 來的人潮卻很少 因為這裡雖然離萬華捷運站很近 但不算是知名觀光商圈 建築較為老舊也整體缺乏規劃 人流偏少 業者有可能出現棄手狀況 不過這邊的人口比較偏老化 本身的消費力道也可能比較侷限一些 較為蛋白由於人潮比較稍弱的情況影響 可能會有其他這樣的情況發生 老字號餐廳都已經生根在在地人的心中 但沒有新人潮注入 租金又調漲 只能咬牙苦撐 都是財新聞 中午菌 蔡英佩 台北報導 財新聞 中午菌 蔡英佩 台北報導